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遗传学又跟这些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 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例如在我们讲到宏观生物学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和进化有关和群体有关 而这一部分的话刚好也和遗传学也会关注 但是关注的点是不一样 那么他们是从动物学植物学来讲 关注的是一个群体 是一个差别 是一个结构 而遗传学关注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结构 也就是说 一个物种的形成 它是怎么进化的 这是遗传学所关注的 而进化包含了两个因素 一个是基因的突变 一个是选择的压力 这个时候这两个因素怎么样相辅相成 造成了一个物种的进化 这是遗传学所感兴趣的 因此遗传学跟这些个学科宏观生物学 有相关 但是也不完全一样 关注点不一样 细胞学也讲到了染色体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也都讲到了基因组 但是遗传学也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 更关注的是基因组 它的整个的一个形成 它的基因组在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物种 不同的个体 它的基因组 对整体上边的一个生命活动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它更感兴趣的是 基因与生命活动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讲到的性状 或者是说我们既然是遗传 我们就很在意它的传承 也就是上一代到下一代 它的一个传承 并且在传承过程当中的时候 基因的一个改变 所以虽然也涉及到了一个基因组 其他学科也涉及 但是遗传更在于传承和改变 而事实上边就是我们通常所讲到的 遗传变异 细胞学也讲到染色体 那么遗传学讲到的染色体 所关注的染色体是什么呢 它是关注了一个 细胞学讲到了染色体 是它在细胞分裂当中它的行为 而遗传学关注的是染色体 它的结构 它的树目 对于一个物种形成 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存 有什么关联 因此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解析 也就是说细胞学 更在于它的结构 而遗传学更在于 它接触它的功能 而它的功能 特别是着重于 就是说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传承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所讲到的遗传学 跟其他的学科 就是有相同也有不同 有关联也有特点 于是它的 我们就提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要提另外一个 进一步的问题来讲 那么只有在遗传学里边 才会讲到的内容 才会涉及到的内容 在其他的学科里边 基本不设计 或者是极少设计的内容 是什么呢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交叉的 内容当中的时候 我就画了两个空白的圆圈 请你们去思考 是什么 当场给个答案 有没有同学来讲 哪怕提出来一个词也好 其他的学科极少设计的一个概念 是什么 五秒钟的时间回答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你来说 能想出来一个词吗 你说 你说子带的性传 你讲 遗传分形 你说 表观遗传 我们生物化学的很多的教师的话 都在做表观遗传 你说 基因突变 分子生物学会不会讲基因突变 好 我想你们一定会讲 一下子还说不上来是 因为你所讲到的每一个内容的话 好像似是而非 其他的学科也都或多或少设计一点 如果我要提一个词 这个概念的话 其他的学科比较少的是设计 是不是同意 可以去讨论 但是至少是可以提出来 连锁 是吗 其他的学科可能也会提 但是其他的学科讲的是连锁 都是什么比较大的宏观的 而我们遗传学讲到了一个 一条染色体的基因之间的相互交换 交叉交换造成的连锁 在其他学科里面极少去提到 是不是 于是他就变成了我们遗传学 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很有特点的一个内容 而连锁的概念的话 其实就整个几乎贯穿了我们遗传学整个灵魂 所以连锁是遗传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两个基因 比较接近靠近的时候 它们之间会有一个交换 会有一个重组 同时由于 由于染色体 由于染色体的条数的所限 由于大量的基因分布在 比较少的树木的染色体上边 于是必定有些个基因的话 就是在染色体在分离过程当中的时候 基因和基因之间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关联性 会有在数学上边或统计学上边的测评 会有连锁的不平衡 这个时候遗传学就特别地关注 因此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我们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知识点 而这个知识点是非常地用用的广泛 因此我们说 遗传学的内容跟其他的学科有关联 也有自己独立的一部分 哪些是独立的一部分吗 通过我们的课程当中逐步地一一展开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列举了这样的一些个事例 来初步地大家看一看 我们遗传学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解读遗传学 因此我们要想知道这样的一些个问题 我们要想更重要的是想发现更多的遗传学问题 并且想解决它的话 我们一定要会对遗传学 应该有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 于是 我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了 我们真正的遗传学的学习 第一章 遗传已变异 那么在这一个章节里边 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会讲遗传学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会讲遗传学的发展的历史 我们会讲遗传学的研究的方法 我们会讲遗传学的一些个案例 在其他的学科里边 也都会是这样去来描述 每一个不同的学科 但是因为学科的侧重点不一样 我们遗传学必定还有它的独到之处 特别是在我们生物学领域里边 用数学的知识的学科里边的话 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生态学里边会有生态的理论 在其他的学科里边 在生物物理当中 在结构生物学当中 现在也引入了一些个数学的知识结构 但是遗传学像这几个学科一样 也会引入数学 但是它引入的数学的一些个分析的话 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 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data的 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物学 一个就是一个初等数学的 这样的一个数学知识 也会在我们遗传学当中 会体现出来 例如我们一个家系 如果说是父母 都是各带有一个隐性的 单基因的一个遗传病的基因 父母双方都没有病 但是他生下来的孩子 有可能有病的概率是多少呢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学 甚至初中的早年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 但是这些个很简单的初等数学 跟遗传学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种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一定分辨很清楚 因为他加入了一些生物学的知识 再加上了一个遗传学的一些个概念的时候 这些个很简单的数学 就变成了一种非常严谨的生物学的逻辑 因此我们在读遗传学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准备好 各种各样的思维的方式 来面对这样一个学科 我们在遗传学的内容当中 会涉及到很多的内容 现在在遗传学领域里边 在分子生物学领域里边 以至于延伸到整个的生物学领域里边 都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会讲到了很多的组学 我们说基因组 是我们遗传研究的一个非常的重点 这是一个核心 基因组 下面呢 现在有提出来一个表观基因组 那么什么是表观基因组 或者是说 我们把它换成另外一个词来讲 什么是表观遗传学 我想在其他的学科里边 你们一定是反复地听到过这个名词 甚至有的同学 已经在科研的实验室里边 在从事表观遗传学的工作 如果我们给表观遗传学的话 做一个定义的话 它所研究的内涵 就是说在不涉及基因的序列改变情况之下 生物体发生的形状的改变 这样一个范畴都属于表观遗传学 或者我们比较直观地来看 就是某一个基因它没有突变 但是它的性状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了呢 它是在基因在翻译 在转录翻译过程当中的时候 在蛋白系统当中 在蛋白这个水平上边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改变 或者是说在代谢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个改变 跟它正常的另外的一种形式的话 有所不同和差别 这时候这个领域的话 往往都把它归结在一个表观遗传学 所谓表观实际上就是一个表现 就是一个形状 其实表观遗传学 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名词 是在1940年前后的时候 就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一个表观遗传学了 现在只是把这个词重新提出来 然后很多的学者和研究的工作者 特别地关注 在基因水平上边 没有特别大的改变的时候 蛋白水平上边有多大的改变 引起了生物的性状的改变 这个时候都把它归属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那么表观基因组是指的是什么呢 表观基因组 那我们首先呢 刚刚的一个定义知道了 在基因的序列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性状发生了改变 那时候是什么呢 那什么是表观基因组呢 那你它跟其他的一些个基因 它跟正常的结构基因有什么不同呢 那一定是什么 它结构不改变 性状改变的话 一定会有什么微妙 在基因序列上面有什么微妙呢 那这个时候一定会想到了 是一个调控序列 而调控序列 那调控序列的时候 它可能不是我们通常所想到的结构的基因 它可能是在非编码序列当中的时候 一些个DNA的序列起了一个调控作用 而它的调控作用的话 并不一定在于它调控序列的 序列的改变 突变 而是在于它在不同时间的 一个时空量的一个调控 这个时候 对这一部分的话 能够对结构基因产生时空量改变的 这样的一些个序列的话 我们很关注它是否跟表观基因 跟性状有关 就把它归结在表观基因组里边 同时对结构基因的假基化 那么也有的时候 也认为这也是表观遗传学的 很重要的内容 因此表观基因组的话 现在研究的也是特别的提出来 但是表观基因组的话 一定说哪一些个序列 就一定属于表观基因组 哪些个基因就属于是结构基因 现在应该说是不能这么截然的分开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所知道的就是蛋白组学 蛋白组学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一系列的基因表达了许许多多的蛋白 而这些个蛋白 它的在一个细胞里边的位置 它的时间 它的数量都是不同的 它在不同的这样这个 时空量的 三微的这样这个 就是这种三个因素的 不同的状况之下 就使得生物的话有不同的性状 那么这个时候蛋白 它我们所研究的话 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一级结构二级结构 而有时候也要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附照在什么地方 它是在核内还是在核外 还是在核膜 同时要看看它是哪一个时期来表达的 同时看一下有多少量 这时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说是蛋白组学 因为许许多多 一个细胞里边 就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蛋白 各种各样 因此它就能够决定 不同的一些个性状和生命活动 这就是蛋白组学 所期待所研究的内容 另外的话就是说 基因要转路 就会有把所转路的那一部分的话 序列的话 有时候就把它特别列出来 叫做转路组学 就是为它做出来一个转路组学 很多的人都是在提转路组学 转路组学 我个人不是很赞同 就是说把这些基因分成了那么细 因为有的时候很难是分清楚 或者是说一定需要这样去做 有时候真是多此一举 没有必要去分得这么细 当然现在由于就是说是研究领域的需要 也有的人特别喜欢这样去做的话 然后就还做出来很多的功能基因组学 代谢组学 免疫组学 生智组学和精神基因组学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其实你都会把 就是说你感兴趣的部分 你说单独的是把它做一个什么组学 像那个精神基因组学 那就是说和神经系组发育那些过程 那些基因的话 就是神经基因组学 它会把整个的DNA序列当中 哪些个序列和神经有关 于是都把它收集在一起 建立一个大的库 然后对这些个序列的话进行研究 这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精神基因组学 但是我们知道 基因 是一个网络 而那个网络的话 是交叉在一起的 你以为你挑出来这些个序列 跟神经有关 你就把其他的基因剔除出去 你就来去专门研究 而事实上边的时候 很可能你现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事实上边的时候 任何一个基因都可能会影响到 千千万万个基因的一些工作 这时候你单独再画出来一块的话 是不是有所偏颇 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 既然有这么多的名词 就跟大家列出来 我个人不是很对建立了这么多的组学的话 特别的感兴趣 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而这些个 如果把这些个名词的话 做一个归类的话 实际上就是从研究的角度 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功能的领域不同的话 就把它分成各种各样的组学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特别详细的描述 如果我们基因 对基因的研究 我们对遗传学的研究 更深入地研究下去的话 我们会发现 现在会有很多的 现代的遗传学的话 真正的领域和关注点的话 会有所改变 我们会有 现在越来越有了 其他的学科 渗入到了遗传学当中 物理和化学的介入 对了基因组的话 有了一种诠释 非常的重要 现在很多的化学家 很多的物理学家 来参加了遗传学的研究 所以有的时候 就还提出来叫做 化学基因组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个概念呢 他们就是 是从一种化学的 化合物的小分子的状况 他们这些个化合的小分子 化合物的小分子 在生命活动当中 跟基因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于是就有化学的介入 有时候 我们也有点很难理解 那是生物学 怎么会变成一个 这么机械的化学和物理 也会进入呢 但是我们是再想一想 生命的活动 归根结底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化学的物质的运动 实际上所有的都是包括了 一个化学的运动和物理的运动 生命是一种 哲学上边的特殊的运动方式 但是归根结底 它是不是可以 也是一种严格的 遵从于化学和物理的运动呢 因为所有的物质 最后的时候 到分子 分子到原子 最后倒是什么 电子的运动 而电子的话就是说 一个电子层到一个月层 就会放热 事实上边会不会是这样 那么我们会就变成了 回归到了一个 还原论的思想了 我们自认为现在 非常特殊的 非常高等的 一种生命的活动 事实上边归根结底 是不是实际上边 就是一个物理和化学运动的方式呢 这在哲学上边 还是一个争论 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 至少是他们介入了 这样的一些个运动的方式 所以在我们研究 遗传学的时候 化学和物理的 已经深入的介入 并且对遗传学 有了深入的推广 而同时 刚刚已经再提到了 我们除了讲到了 生物的一些个性状 跟数学有关 同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生物就是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就是一个数量庞大的 一个布局 而这些数量庞大的布局当中 每一个个体又有所不同 而如何在分析这种 一个很大的群体和个体之间 既相同又各自有 每一个差异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 这个时候 大数据的分析 在我们遗传学里边 必然要引入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数学的 引入了遗传学 同时 医学遗传 我们也知道 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 医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社会 个人的关注 我们整个的医疗状况 我们的整个物种的一个保存 都希望能够保存得很稳定 对于一个个体来讲 希望寿命能够更长 但是按照生物净化的一个规律来讲 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的时候 个体会消亡 但是对于人来讲 每一个人都希望 自己这个个体 能够更延长的生命 那么生命一延长的话 于是就有很多 在进化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 就是本来就存在的 或者是后来的时候 才有的一些个疾病的话 就随时伴随了 那么对这样的一些个问题 对这样一些个疾病来讲 你怎么样能够 就是更好的面对 这时候需要我们的医疗的技术 但是有时候医疗的技术的时候 因为它面临了一个困惑 因为你想延长生命 你想永远健康 事实上又做不到 因为生命的进化就是这样 它必定要衰老和消亡 这个时候 人要想极力地在这个矛盾过程当中的时候 获得最大的利益的时候 你不得不要面对进化的这样一个规律的时候 要去研究它的机制 研究它的机制的话 就必定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去研究 于是遗传学又和医学结合起来 而每一种病又不同 每一个人的基因的序列又不同 于是就演化出来现在的精准医学 而精准医学其中很大部分的时候 跟遗传学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等等等等状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遗传学的现在的进展的话 都会会 不同的领域都会有了长足的发展 因此我们要面对着遗传学 这样一个新的领域里边 不同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就要更开阔 我们面对的遗传学 不仅仅是孟德尔的9331 这样一个自由组合的形式 而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遗传学的系统 感谢观看